大家好,我是小哥 是范子西的荧幕CP 当然也是现实CP 这段话是标注在小哥主页的简介 但其实我和范子西并不是大家所看到的真实CP 而是合约CP 没错,今天这期视频是一期坦白视频 小哥在睡会儿这个名字是从23年的9月6日 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那个时候和大家见面的身份 就是以范子西的CP为标签和大家见面的 而在此之前,同年的6月30日 在范子西的视频里首次有了小哥的出现 但那个时期,范子西仅仅只是为了编造自己有个蛋搭子 从而更好地去除与女朋友的游戏日常这个类型的视频 但让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 编造的剧情让众多粉丝引起了对小哥的好奇心 而当范子西的老板决定 让小哥在睡会儿这个IP自己创立账号 并把与范子西的游戏日常转移到这个账号上 于是在去年9月6日 小哥在睡会儿 就要以范子西女友的身份与大家见面了 但这个账号建立的初期 所有的文案以及剪辑 都是由范子西一个人完成 配音也是用机器音代替 并没有用真人配音 也是在那个时候 范子西私下找到了我 想让我接手这个账号 并用自己的声音代替机器音 这样会增加小哥是范子西女友的真实性 一开始我比较犹豫 但没多久还是答应了下来 于是就开启了后续的合约CP之旅 而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些破绽出现的 有些观众听出来 我在视频里配音的感觉 一直都没有什么情绪起伏 范子西也有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她的情绪很到位 而我可能是因为只是在扮演情侣 一直投入不到范子西女朋友的感觉里 小哥姐姐 你可不可以讲讲 你是怎么和范子西认识的 我真的好磕你吗 我们俩做期时间不是颠倒的吗 平时也就这会儿呢 一起玩游戏聊聊天啥的 这样呀 还真有一点点被你感动到了呢 这么容易 对啊对啊 刚刚收到的 正好你上线 顺便 顺便向我炫耀一份是吧 是 是吧 不过你这配事 怎么看起来小小的 迷迷版的 和我之前玩过的不太一样呀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疑惑 那为什么要坦白 继续以这样的身份 出出视频不就好了 真相其实是因为 在23年一起陪大家直播跨年的那一天 我们约定好 一年后的今天 也就是24年跨年的一天 就自动废除这条合约 各自回归到自己的生活 而眼下距离合约到期 只有到一个月时间 我们的合约CP剧本就到此结束 我有问过范子西 合约到期后还会续吗 但她给我的回应是沉默 而我问她要不要续合约的原因 也是因为 我确实喜欢上过她 没错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我们虽然是以合约CP的身份在一起 但经历着长时间的磨合 一些讨论剧情 偶尔也会像其他情侣一样 逛街吃饭 分享生活日常 在合约快到期的这段时间 我心里开始有了恐慌 害怕今年结束之后 我们就不会在一起了 最后这段话 是我想对范西说的 我不想再以合约CP的身份 做你的蛋搭子 我想和你在一起 做真正的情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